那么还有一个内容 就是再说一下是吧 我们现在这个集群 我们这个搜索是不是也完成了 有个同学问了 说这个这里面难道说只有 怎么说呢 只有两个服务吗 我们这个测试里面 一个是导入全部数据的 一个是查询的 是不是还需要有别的服务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品信息修改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涉及到商品同步的问题 那么是需要的 只是说我们在这儿 时间那个同步的问题 跟这个是不是都差不多 你们能解决吗 不能了 这是商品同步问题 是吧 同步 商品同步 这个商品同步 同样我们是修改商品信息后 商品信息后 那么和这个缓存同步是一个道理 是不是 我们得需要把这个商品信息同步到索引库里面 是不是 你才能搜索到 需要把这个商品信息同步到索引库 同步到索引库 然后要想同步到索引库 这时候你需要怎么办 还是那个道理 我们在后台是不能够直接操作索引库的 是吧 那么你需要我们在这个需要测试发布一个服务 是吧 需要这个测试工程 测试工程 来发布服务 然后供这个 供调用是吧 发布服务 在这个后台呢 在这个后台系统 如果商品信息发生修改了 修改后 那么可以在这个controller中 注意啊 我们说是在controller 为什么不说在service里面 是有事物的 service那个方法没有执行完的时候 它是没有committed的 是吧 我们在controller中 然后调用我们这个 发布的发布服务 在后台的controller中 后台系统的controller中 调用发布的服务 然后这时候你把这个商品ID传过来是不是就行了 把这个商品ID传递给传递给这个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就可以了 就可以传递给服务 然后服务进行这个索引库的内容同步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你如果想对索引库进行添加的话 你就发布一个添加的服务 是吧 你应该添加 发布一个添加和修改的服务吧 对吧 发布一个添加或者修改 或者是你发布一个就行 添加和修改是一样 是吧 一个添加一个修改 还有这两个是一样的 是吧 然后再添加一个删除的 是吧 有的时候商品下架了是不是需要删除 对 那么这是发布这两个服务 那么你只需要把商品ID传递给我们这个服务 然后你再根据我们这个商品ID 去把相应的索引把它删除或者更新 是不是就行了 会做吗 行 摇头也不行 摇头也是你的活 作业 把这做了 听到吗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非常好啊